骑着我们的小车回家了 让我爸我妈睡着觉 我们家老张开车 他告诉那车座烫 他在那等会儿 哟你不等了 小时候就这么急 他敲着屁股 哪至于啊你 是妈 还老嫌我说的 你说他气人不气人 他嫌那座烫 老张 我都打听好了 那个平安里那边 有一个游泳馆 回头办两个卡去 夏天只有游泳凉快 原来疫情之前 我是夏天游泳 冬天打球打网球 那日子过得爽啊 这疫情三年 生活全乱闹了 我的天哪 那个时候我也不做自媒体 然后每天 真的想想那个时候 每天非常的充实 而且特别幸福 啥事也没有 我也不接触人 每天我早上特早就走了 然后把那事我就打球 打完球中午回家 做点吃就睡觉 跟老张我们俩人 睡觉孩子们 孩子们上大学 倒不在家 然后晚上起来 我一般一睡三四个小时 就过去了 然后起来做个晚饭 晚上 然后有的时候 我们晚上游泳 吃完饭以后去游泳 有的时候我就中午 下午就游 然后时不时还出去旅行 那会我爸妈身体好 现在那会儿的日子还挺美 可能现在有的人觉得 我的日子也挺美的 人嘛就是这样 总是不知足 人的欲望 周五那天 我那会儿不在楼房吗 然后我们家老二可贼了 告诉妈 我们上一天 一个礼拜班了 挺辛苦的 周六 跟我们做什么好吃的呀 好想那意思 我说我回家了 我走了 我找你爸去了 你爸都一星期一下吃饭 我得把你爸照顾好了 我星期五晚上我就颠了 我想想了 不是星期六早上起来 我走了 他们四个人中午在家做的饭 晚上他们在外边吃的牛肉 也不吃什么烤肉去了 今天也不知道干嘛呢 真的有的时候 就觉得他们大了 可能有人说 你也不给孩子做饭什么呢 我就觉得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他辛苦谁不辛苦 孩子不能惯 如果我要在家吧 你要不给他们买菜做饭吧 也觉得挺不落人的 孩子上也得完班了 然后呢 可是你要做了吧 你就觉得自己年龄也大了 然后家里面很多事都得你惦记着 然后有老的 你看我这回来了 我就能陪我妈妈吃个饭 我今天把他们屋子都给归制了 所以说吧 就是还是要那样各自过各自的生活 老年人的生活也不要参与的太多 说实话 这不我回来一看 虽然他们俩也会呛呛 但是你能看得出来 他们还是彼此互相关心的 儿女参与的多了 真的不太好 就是谁的生活 就过谁的生活 老人不要参与 年轻人太多 年轻人也没有必要参与老年人太多 就是这样的情况 就摆正自己的位置 秩序 家庭秩序不要打乱 前面就到车站了 然后 太热了 不就不骑回去了 就坐公秘车回去 坐车的话 20分钟就到家了 有人想看平房是吧 一会给你拍了看 买的西瓜又给拿回来了 他们冰箱里还有板垃圾西瓜 老人吃不了多少东西 都扔了 糟了 这回来不错 没有糟了 每回来都给他们扔东西 都挺贵的 吃不了啊 坏的就扔了 在这等车 老张头 那个老张头 没有我的车 那边放这边 哦 好嘞 哎 有人想看拆成什么样了 给你们看看 拆成这样了 哎呀 艰难回家路 我的妈呀 这就是我回家的路 哎 你看咱们好说话吧 咱们绝对支持国家建设 是不是 嘿 看没有 我站在这能看到房顶 这视野辽阔吧 看看 那不是我种的 西红柿 看看 哎呀 走 我的天 好了 到家了 回家洗衣服去 你说咱们好说话吧 咱们是合法公民 好了 到家了 记得点赞关注哦 是 来 鑫 我的天 放 ė 樱